干货全拿走,开店就干甜 大家好,我是评论王老师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早餐 豆腐脑 豆腐脑在南方喜欢吃甜口 在北方喜欢吃咸口 在我们陕西喜欢含来点油泡辣椒 我们用的食材是黄豆 选用颗粒饱满的黄豆 用清水齐全浸泡12小时 开始磨冻姜 这个豆沙可以再磨一次 利用力更高,不浪费 现在商用豆浆机自带去散 忙好的豆浆不用过滤 这就是我们忙好的豆浆 一斤干豆子泡好后磨豆浆石 加8-10斤水 忙好的豆浆是生的 必须上火烧开烧熟才能点豆腐脑 趁着烧豆浆的功夫 我们熔味点豆腐脑 传统点豆腐脑有很多种方法 有石刀点,有类子点,有浓水点 今天我们用类子点 今天我们做碗装豆腐脑 每碗底加入一克类子 这么大的碗,只有加一克类子 这个类子全名叫葡萄糖酸类脂 超市,调料四成,都能买到 豆浆烧开后才能达到八成熟 所以得多烧一会儿才能去掉豆腥味 豆浆烧熟后,去掉豆腥味后,关火 等温度降到八十五度左右 点豆腐脑 加盖 加盖后,静置十分钟 让它自然成型 点豆腐脑 类子和豆浆的比例为一比一百五 接下来我们做调豆腐脑袋料 少许肉,烧热,锅里加入八角,桂皮,香叶,炒火等 然后再加入葱姜 烫虾 然后再加入葡萄汤 烧开后,熬到虾料出费 然后捞出料杂 然后加入老抽,调出架色 再调入盐,胡椒粉,鸡粉 最后,勾一个薄薄的馅 让汤汁稍微粘稠一些 这样我们豆腐脑的料水就调至完成 十分钟到,起盖 豆腐脑成型 调碗,每碗加入烧热的料水 再调入酸水 闪心的油泡肉,美美的一勺 撒上,撒开丁 说完豆腐 最后,点缀下黑 嚼着一碗,豆腐脑细腻滑嫩 这,我们的豆腐脑就制作完成 豆腐脑的做法比较简单 但是,还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类子和豆腐的比例一定要盯住 二,豆腐一定要熬熟 三,点豆腐脑丝的豆腐脑细腻 一定要掌控好 太低太高都捡不住 今天,豆腐脑的教学就在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学习更多餐饮开店方面的技术 请持续关注我们 ök链 小连 小连